蟹 tombós� mmm 按喚 去 trying教授 英文文化 例如第六位 有關於台灣歌謠跟語言音調型的互動關係 那 給大家注意到時候 這個聲調性的語源 當我們在講話的時候 它就有所謂的語言的旋律 所謂的speech melody 講話的時候 它的音調有起伏 有上下 這個音調起伏 上下 正好也是在反映它的字的意義 你要講話的時候 跟著聲調在變話的時候 它無形中用另外一個角度 用音樂的人的角度來看它 其實它是有旋律的 這些旋律 那些旋律 所謂的speech melody 這兩者之間 特別是我們講的聲調性的語言 特別因為它聲調的起伏被罵 所以通常就會影響到一個歌謠 它形成的一個風格 上一次我們大約也講到這一些基本概念 今天我們特別要更清楚的 先給大家認識一下 這個聲調裡面的一個跟音樂的互動關係 在台灣的語言裡面 這個早期的三大族群 現在翻版就增加一個華語系統進來 但是這四個語言裡面 早期的最早的原尊敏 它是語調性語言 它的語言特性是跟英文是一樣的 沒有聲調的 它是語調 肯定或者懷疑或者起伏變化 有一些它的情緒要表達 那聲調才會影響這個比較嚴重 這個聲調裡面 這個華語國語的是四聲 客家化的五聲到六聲 那這個華語是七聲到八聲 聲調越多的 它的演藝性越強 那反過來就是聲調越多的 越不好學 因為聲調變化很細微 但是越來越細微中又有它的語言的 透視的 就表達的一個特性出來 所以如果你在佛洛藝這個部分 七聲八調 這個部分稍微了解 懂了以後 要了解那個四聲 五、六聲就比較容易 所以我們用這個華語的這個八個聲調 來給大家做參考 那這個在講義上面有 我們特別把它寫在這個白板上面 更清楚了 大家可以來認識到它 通常我們會用幾個動物的名稱 來替代這八個聲調 第一個是腮 第二個是後 這就是動物 腮後 把 阿 搞 搞 到 手 肉 好 這八個動物 我們大家先來念一下 這八個動物 你自然唸出來就是那個聲調 就是代表那個聲調的情緒狀況 腮後 把 阿 搞 搞 到 手 肉 好 請大家跟著我的唸一字感 腮 腮 後 把 阿 阿 搞 搞 到 手 手 肉 好 在念的時候大家不曉得有沒有感覺到 這個字 大家聽看看 阿 阿 它就停了 對不對 這個字 肉 停了 它不是阿 如果是阿 就被蚊子咬到 這個肉 也是停蹲的 所以這兩個音 是一個半音 如果是音樂來講是半音 那是一個切音 這個在國語裡面的還是沒有的 沒有這個東西 這個所以 好 那腮後 把 阿 搞 到 手 肉 請大家念一次 連續下來的 3 4 腮後 把 阿 搞 到 手 肉 3 4 後 把 阿 搞 到 手 肉 那我 這個音 我們剛才在念的這個音 如果我們用樂器來表達它的話 你看 聽起來就是 3 4 後 把 阿 搞 到 手 肉 我現在是比剛才念的稍微高一點 聽起來好高一點 所以這幾個音就是 如果你把它替代到樂器上面的話 它就是這幾個 你們用這個 所謂的 如果是用簡卜的 就是mi 這個mi 阿 南是用 手調唱法 其實就是相對的 mi mi re mi re la re la do mi re mi re mi re 好 這表示是半音 這個是半音 好 這個音有時候會發成sof的音 如果用這種簡卜的寫法 阿拉伯式寫法的話 也說外國人看不懂 他們不是在亞洲地區才在用的 包括日本 台灣 跟中國也有這樣用簡卜 所以外國人他看不懂這個 所以後來我就想了一個方式 這個方式在國際上是也有的人在用 他叫做sof法鏈 sof法鏈就是用這個發音的 像mi叫mi 叫mi mi 他取了前面這個字 當成mi 外國人看到這個字 懂音樂的人他知道叫做這個叫做mi 所以這個就變成mi re la的話就是l 通常他們在比這個正常的音還要低的時候 那他就把它在這個配一個地方 re就r 哪都就變成這樣子 都是低嘛 這個方式外國人看得懂 所以有時候我跟外國人在溝通的時候用這個給他們看 然後再偏一個 羅馬偏一點給他 他照這個練出來就是台語 非常清楚 就很管用 那這個東西當然是 我把它變成用音符表達 當然它都是絕對準 它都有點近視值 這樣沒有辦法那麼準 但是的確就是靠近這樣的一個音 我們可以給大家稍微感覺一下 尤其特別是像這個 有兩個音符的 塞 塞 我們劈一點 塞 多高一點 塞 這樣比較清楚 塞 ho 有沒有 ba 啊 高 高 7 弱 就是這幾個音 我們再唸一字 你們來唸 我不要唸 看看你有沒有唸 請 請 請 三 後 八 八 高 高 修 路 我現在指到哪一個字 請你把它唸出來 八 三 九 後 修 路 剛才在唸這個 八 八 三 唱 後 三 這不是很像一個童謠 八 兩 四 請 本 吉 一模一樣 八 八 三 唱 後 三 所以我說八 兩 四 那個旋律是根據語言的旋律來的 它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你唸這個就會變成別的 八 八 三 唱 後 三 就是 講 八 三 手 手 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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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三 唱 後 塞 就是這樣子 那 聽 齁齁 背著就是 塞 唱 塞 你看 塞 唱 塞 就是 聽 齁齁 這個語言 這個音就是經常會變成在這個靈咬裡面 或是歌咬裡面被呈現出來 那既然我們可以用這個音樂的符號來替代語言表達它的這個升降變化 特別是你看 剛才講說 這個 齁 齁 這個音 齁 齁 齁 這個是 二度的下降 那你說 只要下降就好了 位置一定要二度嗎 那 如果你短一點 沒有人這樣講法 齁齁 齁 沒有這樣 太長了 齁 齁 我快點指叫 也沒有人這樣子 搞 你看 搞是小三度 搞 如果你短一點 搞 搞 奇怪 長一點 搞 也很奇怪 所以這個是經過不斷的錯誤以後 它就是一個講的一個回事 那這個關係在延伸來講 我們來看看 每一個字它本身的時候 在音樂上就會看得出來它的一個不同的錯誤 看起來 第一聲是最高音 就是它的那個pitch 音高最高 咪在最高的位置 好 那這個我們再畫 上一次有一個三條線那個概念 我現在把它變成五條線 就是音符五條線 然後從這個五線符裡面 你大概可以 因為阿拉伯斯是比較不容易看出高低 是因為我們知道3 2這樣子 3比較高 2比較低 但是如果當你用這個圖出來的時候 你就更清楚了 咪在這個位置 對不對 好 那因為我們是用一拍來表達它 所以咪 後 是從這個塞這個當 往下走兩度 就停止了 那個度式大家知道嗎 稍微再講一看好了 度式的算法是 dore mi fa so la si do 那這個音符裡面 mi跟 fa是沒有翻音 si do沒有翻音 其他中間有一個升降翻音 那它的度數的算法是 dore 就是兩度 本身一度 如果dore 就是平行一度 dore 就是大二度 上升兩度 中間有升降翻音的 就是屬於大的二度 這個是小的二度 這個在中間沒有升降翻音的 這個也是小二度 由上而下的就是 也是一樣 這個是下降小二度 下降大二度 所以這個mirror就是等於這個地方 所以它是一個下降的大二度 應該要寫一個大字 大二度 好 所以這個hoel 它本身就是一個下降大二度的關係 兩個音符組合 而且它不能太長也不能太短 大略接近一個大二度的關係 下降大二度 這個音是所有的這個八個調子裡面 聲調裡面最低的啦在整個位置 而且是一排啦 好 啊 那啊的位置其實跟chun是一樣的位置 chun也是re嘛 這個也是re 對不對 但是re re 啊 所以在這裡 好 那是翻音 所以我們這個是翻音的修飾 好啦 那搞呢 其實搞這個大略是在這個附近 往上 所以這個地方因為有遊走在拉跟收的這個位置 有時候看那個音樂的那個調性 如果它是屬於舞調性的歌曲 它可能會跑到收來 如果是屬於拉調性的歌曲 它可能跑到拉來 這個東西要看音樂的狀況 但是大致是在這個附近 所以這個地方呢 往上爬小三度 剛才我們講的這個小三度 這個是下降的二度 這個是上升的小三度 那小三度的算法是怎麼樣來呢 因為裡面包括一個小二度 再加上一個大二度 換句話說 從假設me到so的時候 me發so的一二三 對不對 所以它是三度 三度裡面包括一個小的 所以它叫做小三度 那這裡是拉波 是這裡 拉 這裡有聲降般音 這個是大二度 這個是小二度 那這個變成小三度的上升 上升的小三度 好啦 所以這個搞 無形中當你練到這個聲調 搞 那就是表示你在唱的小三度 那你講到後 就是你本身就已經包含了一個大二度的小象了 搞 這裡跟這個第二 第六聲跟第二聲現在是一樣的 所以才會講說七聲八調 七個聲 八個調子這樣子 好 再來這個re 對 馬上停止了 在這個位置 好 如果用五線譜的話就是這個樣子 五線譜會讓你看得出來說 高的低的 你在哪一個位置這樣子 清楚看出來 但是這個不是等值的 而是因為裡面包含著半音跟全音的 不是等值的 不是說每一格的距離 就是一樣 當然這個除了 塞後把他搞到成了 它是用不同的音 但是指不同的這個音 塞的音 後的音 但是為了強調 讓動物容易記憶 如果你用外國人 你說 這個叫做Lion Tiger 這樣他沒有辦法滾變那個聲調 因為本身他就沒有聲調 所以一定要練這個塞 把助音出來 把用羅馬平衡音聽出來 那如果你用同樣的音 同樣的音像 這裡有一個例子叫做東 用東當發音的話 東 塞 第2個音是什麼 大家平衡看 塞 後 後 動 動 對不對 動就是 見動的動 動 動動 那第三個字呢 動動 動 動 你看這裡有一個字叫做 動兩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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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我們這個講義裡面有 大家可以看 第4聲是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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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的音 動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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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跟 那邊是一樣的音的 動 動 動 這兩個字大家分辨看看 這個怎麼樣 動 你看看 動 動 再試看看 動 動 我看有人練 有個字會練動 這個動 動 動 這個動 動 動 他比他高 動 動 動 這個動 這個字變成動 我覺得滿有意思的 你這個人太誇張 動 動 動 那個音字來講 這個人很獨立 那個人講動 動 他就會感覺這個字就很獨 好 這點有意思的音調 好 所以 這個音 我曾經把它用成什麼呢 讓小朋友 現在學校在教母語教學 老實講 連老師有的人在那邊 七生八條都有點堅持 怎麼教小孩子 有點困難 有的老師就 那個 這個音調他聽不出來 動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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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 這樣練是可以 如果給他聽音他比較困難 好 所以我這個我就把它變成一個 break 尤其是小孩子在那邊 欸 阿公阿公是堆賓賓賓 這樣講嘛 阿公阿公是堆賓賓賓 好 раздел 這個就把字都都念出來 阿公 胡擂賓是叫阿公 參加金工董 然後 大 insisted 主 text 真相對 我真懂 所以把這個變成一個rap給小朋友去念 他們就練這個 小孩子就很有興趣 阿公 阿公是大明度 所以人家是真夢想他們家在開冷凍 他們老爸經常感動 老爸是叫阿公 講官真公公 大體學的小伙中作人 講真懂 一六六六六五千 小朋友這樣練 其實他就把這個記下來 所以這個裡面我們還可以再進一步來介紹說 這些音之間的一個關係 它的在音符上面所代表的意義 剛才講的這是最高 這個是最低 這個是從這裡滑下來 這個是從這裡滑上去 那這個是二度關係 這也是二度關係 所以當你在唸這無形中小三度 你在講這一句話的時候 小三度跟大二度就存在了 那我們去觀察台灣的米亞裡面 你把它做了分析以後 發現真的就是大二度跟小三度最多 我隨便舉個例子 滴蕾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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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這裡 到這裡 這個是二度 這個也是二度 對不對 這個地方就是憑險的一度 這個地方 米略負 米略負伺 Area 這個是五度下降 五度下降 這個是完全五度 好 這裡我們從這裡來看看好了 從這裡到這裡 mi 到 la ma 1 2 3 我來算錯了 mi re dos mi fa sa la 它是往上跟往下的差別 因為你從 mi 算下來的話 它變成在這裡 往下走的話是 米 拉 五 七 拉 六 一 二 三 四 五 五度 往下五度 往上是四度 一 二 三 四 米 拉的話就變四度 好 所以這個就變成一個五度的關係 這個就比較少 但是這裡你看 小三度 拉 斗 就是拉 斗 跑出來 好啦 這個也是大二度 這個是大三度 斗 拉 斗 施 拉 也是小三度 二度 二度 三度 所以這裡面你看出現的小三度跟大二度最多 我們真的從每一所民謠這樣取樣下來 把它做分析 你會發現最多的就是大二度 第二的就是小三度 這就是台灣民謠裡面的特寫 大家最多的看家庭 我們看到了 我們的食堂 是一個一段時間